想把裂掉的牙齿补起来 却莫名让另外两颗牙变得很敏感 王先生上个月9号 因为牙齿裂开到桃园医间诊所看诊 当时医师替他补牙 但21号补牙位置又裂开再回诊 医师跟他说把裂掉地方磨平 但王先生认为没改善 医师再次补牙 王先生却发现 医师磨的是另外两颗没裂的牙 王先生觉得不对 建议转到另外一间医院治疗 医师说补牙的那颗要做根管治疗 至于上面两颗牙不应该被磨平 像当时诊所要病例还碰壁 他给我推三组四 一下说要问他们老板 一下说病例没办法给我 截日新闻播出前 当时诊所没有回应 台湾市卫生局表示 医疗争议调处已经入案办理中 诊所表示已经和民众联系会在游击病例给他 但其他医师认为因为牙裂去磨其他牙齿状况不常见 他比较不是一个标准一定会去做到的 有时候其实小小的崩掉 牙齿表面有点粗糙 其实医师可能第一建议会建议病患 临床医师观察门诊内大多病患都是定期回针洗牙 再来是牙痛 而自数牙裂或牙崩的病人数量排行也有近前三 卫生局提醒若遇上医疗纠纷 可以提出申诉并提出赔偿金额 最后依照争议调处定案后裁定 另外如果诊所拒绝提供病例 可以处一万以上五万以下罚款 TVS新闻 吴中文曹专人 桃源采访不到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